AudioJungle 从文章可以看出 美国华盛顿邮报与文章作者 把台湾视为国家 把台湾领导人视为总统 存在着严重的对台湾认知问题 不愿意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发表一文时 我们做了适当处理 文中其他部分 我们基本保持了原貌 尽管对我军攻台能力 存在着严重误读 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空军战斗机 已经开始在围剿演习中 护送通往台湾各地的轰炸机 共产党的发言人警告 台湾应该开始适应这种事情 周三 穿着军装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召开军事动员大会 这是中国全军第一次军事动员大会 并命令中国军队为战斗做好准备 中国官员说 由于台湾政府不承认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与台湾关系将会变得严重 一位中国领先的分析家预测 中国已经将计划加快到2020年 以军事手段接管该岛 与此同时 克朗普政府誓言 要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之后 美国海军访问的想法浮出水面 促使中国驻华盛顿公使 李克新威胁说 美国海军舰艇抵达高雄之时 就是我军用武力统一台湾之日 海峡两岸紧张局势的升温提醒人们 北京所宣称的中国的一个省份 岛与民主仍然是东亚的重心 但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中国能否真正接管台湾呢 多年来 美国大多数分析家普遍接受这样一个观点 中国经济和军事上升主宰亚洲 台湾作为事实上的独立民主地位是不可持续的 新加坡已故领导人李光耀和基辛格等政治家都预言说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是不可避免的 加速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的美国高级官员认为 台湾更像是卡在华盛顿与中共关系之间的半角时 而非与专制北京的意识形态竞争的资产 美国一名高级海军军官 甚至将该岛称为弄乱与中国关系的玻璃瓦里的一粒老鼠屎 然而近年来 美国分析家和官员认为 中国的崛起永不止息 开始质疑中国将要吸收岛屿的假设 最近发表的两篇学术文章就有这个新的趋势 谈向山东西方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丹尼罗伊 和塔夫茨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麦克尔·贝克利都怀疑中国是否有能力 甚至有意愿接管台湾 当谈到拉拢台湾政策时 两位学者都指出 中国的政策失败了 北京在对台政策上有许多矛盾的点 比如北京在中国大陆直接部署 针对台湾的数百枚导弹 然后监禁到大陆来献媚的台湾维权人士 但是又与鼓励中国大陆人到台湾旅游的政策互相矛盾 只会加剧台湾反对统一 去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台湾四分之三的人认 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只有14%的人 相信他们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 而20年前 一半以上的台湾人说自己是中国人 在2016年1月的选举中 赞成脱离中国独立的民进党 在台湾立法机关中获得成功 民进党的候选人蔡英文也获得了总统职位 如果和台湾是好失败 中国大陆能否利用经济手段来改善呢 中国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大陆是台湾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 台湾出口的40%流 向中国大陆 台湾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 来自与大陆的经济联系 但是罗伊和贝克利都认为 北京将很难把这些关系转化为硬实力 罗伊指出 如果中国大陆攫取台湾的投资 台湾肯定是痛苦的 但这可能会适得其反 引起更多的不满 如果中国大陆更进一步封锁台湾 这将构成一场战争 谈刀战争 两位学者都质疑中国大陆的能力 首先 失败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罗伊指出 针对台湾的军事措施 将损害中国大陆的经济 及其在亚洲的地位 理由是担心中国有意欺负邻国 另外 罗伊认为 中国有可能赢得这场战争 也可能失去和平 中国只需要看看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面临的问题 看看占领军在台湾可能会怎样处理 当然 也有人认为 台湾没有人愿意打仗 台湾的年轻人被称为草莓族 但是 这代表不了他们的政治立场 他们曾发起了反对与中国大陆经济关系更加紧密的 2014年向日魁运动 贝克利在文章中对中国袭击事件的细节表示厌眩 他的结论是 封锁 入侵和战略轰炸行动 都不会有太大的成功希望 贝克利指出 在200年的战争史中 封锁并没有强迫一个国家放弃其主权 20世纪40年代 美国对日本的封锁行动击落行动 削减了97%的进口量 仍然用两个原子武器来结束战争 至于战略轰炸 贝克利报告说 以前的14次战役中 没有一次轰炸 能成功地对战争的结果起决定性作用 至于入侵 他对中国大陆的机会也同样悲观 根据他的计算 中国大陆在台湾登陆能力 在战斗的第一天中 只有两万六千人能成功登陆 而后一天只有一万五千 这些假设都建立在中国的士兵 能在跨越一百海里的 台湾海峡的八个小时的旅程中幸存下来 鉴于台湾拥有先进的预警系统 以及沿海炮兵 先进的水雷和反舰导弹雷 这事已经是一个很乐观的假设了 台湾也有快速移动15万人的能力 但只有10%的台湾海岸线是和两栖登陆 如果美国参与捍卫台湾的话 贝克利引用一项研究 预测八艘美国潜艇 可能会击沉解放军两栖入侵主力的40% 而仅仅失去一艘潜艇 其实我很想知道什么研究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显然北京的军事现代化正在进行 据估计目前中国大陆用三分之一的军事预算来准备对台战争 为此罗伊和贝克利都认为 美国和台湾的政府有义务继续共同努力 确保台湾的安全 台湾需要大幅增加国防开支 去年7月 蔡英文总统表示 预算一年可能会增加3% 但这还不够 特朗普政府官员说 美国希望台湾尽快把军费开支增加一倍 特朗普政府也需要继续努力来加强台湾的防御力量 美国在去年12月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 要求美国保持与台湾的紧密联系 美国海军陆战队现在将驻守台湾的美国研究所 在那里执行使命 使之更像一个典型的使馆 去年2月份 台湾立法委第一次对国务院表示欢迎 而在去年6月份 特朗普政府宣布 向台湾出售14亿美元的武器 但是美国还是可以做更多事情 正如罗伊所总结的那样 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博弈结果尚未确定 来源 美国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2018年1月12日作者 John Paul Frott翻译 华语智库公汉编辑 朱长生N微信公众号 华语智库 问UK云集优秀记者 汇聚一流专家 实名专稿 权威分析 深度评论 最靠谱的原创资讯 关注华语智库 和UGA官方微信号 可查看更多专家评说 按国家查询文章内容列表 明镜需要提供 看更多专家